听说天塌了 这是捐贵的特斯拉X Plaid的车主 就是简称XP呗 也有的很多SB 你知道你买完刚一个月亏了多少钱 亏于10万还没有车装 能忍受吗 我不能忍受 问题是它这个倒车还没有雷达 把我们楼下消满分都干掉了 那说明这台车很结实 它结实个毛啊 你看这个轮毂全擦掉了 这刮蹭啊 还是驾驶水平有问题啊 我失联老司机啊 跑得快就行了 跑得快超速也多 你敢没感觉到这台车开的时候 你在前面开混在后面追着 我的个怪我们试一下好不好 好 这台车落地花多少钱了 100亿啊宝贝 真奢侈 不要这么开啊 别急散宝贝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对 等一下啊 我们选转速度与接钱 哇哩 你晃了一下是吧 手机支架都飞起来了 特斯拉相对110万买的这玩意儿 这个却是Model Y大好 但是底盘质感比Model Y好 对 操控这块儿 咱不能说没有 值这个价 为什么没听仰望幽巴呢老师 仰望幽巴那个比亚迪那个品牌 好像不行吧 嗯 你说这种话 小心被人喷了老师 逼 我 仰 逼 但是比亚迪这个品牌 在我心目当中 那是顶级的存在 透不光吗 嗯 必须透不光 我觉得 现在不买比亚迪 二十几婚三十里 以后不买比亚迪 你带什么表都没有用 就得开比亚迪 开比亚迪说明你好起来了 开比亚迪成就取胜人生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一首比亚迪哥 有没有让你激情澎湃 上头了 说句实话啊 这个电车给你带来的体验感 有此可能给不了你 电门踏板一瞬间 所有扭矩全上来了 咱慢慢带步开不行 为什么开车一定要这么猛烈呢 闲得你好像没开过车 小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是什么都放在车里 到后面 哦 哦 哦 家严们 真疲惫啊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你怎么不讲话了 跟你平常的不一样 我才稍微 我不行我太惹劲了 我要吐了 哇塞 哈哈哈哈 要吐了要吐了 这东西真变态呀 真变态呀 真变态呀 我原来是特斯拉model 3的车主 我是model y车主 我把电门踩直了也没体验到这种感觉呀 其实它舒适模式价就跟那个model y一样的 就是比我们的哇要大一点 那比底盘更舒服一点 但这个车啊它路上没人认识 那你作为理想L9跟特斯拉X的车主 嗯 那你觉得这两台车你更对哪一台满意一点 我说我肯定喜欢开贵的呀 但是L9确实承受舒适 这个model xb要是副驾驶格路不错 哈哈哈哈 谢谢你 哈哈哈哈 是真的 我做过一次这个副驾驶 我打死再也不做副驾驶了 这个车吃个自己开啊 懂吗 家人们 如果说你们有110万的预算 你是买仰望U8 还是特斯拉 还可是 差屁 差屁 家人们